那我们的主题就是以帮助大家去做比赛为主 那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 前面会带一些这个就是相关的 那我们为了让大家就是线上 还有线上有些互动的话 大家看到总下讲这个小的人头 那我们可以去计算一下 整个结束之后有多少个人头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小奖品 那我们小奖品是那个小范范的那个凤梨书 那我们的主题是这个Eco跟实证的搜寻为主 那我是教师和我们 那大家忘记我们关心 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一直花掉了 那端语实证的话 大家都就是再熟悉也不过了 那我也是从一般的时候去参加这个CBM的课程 然后去年夜战节的时候 去参加实证学会的这个课程之后呢 才会就是比较深入了解一些 那也是去上个月的夜战节的这个 就是两天的课程有一些就是内容 也会在今天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的实证的话呢 大家都手机这五个A 只是说有的时候 他会替换来替换去 比如说问一个人来问一个人变成SS 或是Analysis都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大概是一跟二 就是从这个临床的问题出发之后呢 在文献的搜寻当中 去找到我们要的文献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 另一种八十分钟 被涵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一开始会想 先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以中为时 因为有一本书 在外面的那种管理课程 他也有上这个 这本书的内容 那这个以中为时的话 我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主题当中 也是蛮需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 要参加比赛了 那可能有自己的实证题目 要去做的 那我们把这个 就是变成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去做的话 那预期不到内容 那就是我们要去 参加的那个方向 那我们的就是比赛的话呢 我找到的一些比赛的资料 其实大家的内容规定都差不多 那其中几个 比如说我们的字要20公尺 看得清楚我原则 所以很多的简报 大家如果看一下 那些其他人做的简报 都是字都会自己 比较大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 会提到的是Pico 跟这个文献的搜寻 那这个在 就是它的分数占比当中 占40%左右 所以我们先把结果拿出来看的话 就大概知道我们如果 把这个基本的40分拿到的话 在这个就是取得这个分数上面的话 会分数会再高一些些 那这几个重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每场比赛的这个规定 那差不多 那每个比赛大部分也都说有两个问题 那选择其中一个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小龙头也是一样的吧 那个小龙头的话 也有两个答案 所以如果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去找到我要的这个文献 那这个文献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可能是中文或英文的 那可能大家如果熟悉日文的话 它也有蛮多相关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在搜寻这个文献的时候 找到这些文章 那这个结果是我们要的嘛 这些文章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从以前 从在乎这个期刊的品质 那我们会转到这个文章的品质 就是它证据的讲度 那定格的方式的话呢 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以前我们会在乎这个文章的影响指数 或者是它是被一些SDI、SDI收入 或者是它是正名的这个期刊 那这个是传统的期刊的品质 那如果是在乎这个文章品质的话呢 就是我们之后会进行的那个 大家会在上另外的评图的课程的时候 会提到的 那讲到这个文章的品质的话 一般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都会提到的是证据的强度 那这个证据的强度的话 强跟弱最大差别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是在那个样本的数量 因为那个样本的数量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研究到最终能不能 只是转移成我们 只是云床上会去做并更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 那为什么上映的系统性维护 针对SDI所做的系统性维护 或是Methanesis会是证据最强的 就是它采用的样本数 比较不同的这个研究所得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证据强度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当然都熟悉 只是说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从这个期刊的品质慢慢已经变成 是到强调文章的这个证据的部分 所以比较像以往就是限定 某些学科它可能是限定检查 SDI FDI里面的期刊 那里面这些文件的话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查的是期刊的文章 那期刊的文章它有不同的这个形式 那如果在我们一部这个领域的话 它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样貌 所以它有统合分析RCT的 那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一些 那我们在取得文献的部分 今天会跟大家提一下 在这些资料部当中去提的 上面这三个证据强度比较强的部分 那在取得的部分 什么去做使用 那一般大家也会提到这个证据的等级 那这个主要就是看题目 那如果是我们的题目 是比较偏向跟治疗有关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LV1要求最高的 要求最高的 它根据等级最强的 就是针对RCT所做的信号性的回顾 那再来的话就是次质 但是实物上并不是所有题目都找得到 就是这个LV1的答案 就是不一定都有相对的答案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要靠后面的LV2 或LV1的这个面容 那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文章的部分 那文章的话有不同的类型 那就是作者他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他一开始会针对他的研究去做设计 那这个研究设计也会影响将来大家在做评读的部分 那针对这个牛津的CBN这个机构 他就是Standio中心所提供的网站上的这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他会把文献分成这几大类 那我们如果是一般描述性的文献跟分析性的话呢 都有不同的这个架构 那判断的依据就是他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我如果是是单纯的 只是想要描述一下的话 那这样的话是属于就是刚讲到的这个左边的那一块 那如果是我希望了解这个不同的风险因子之间的关系分析的话 那就可以套用我们的这个PICOT 所以我们真正在使用PICOT的时候 是针对右边那一个区块的 如果是那种比较直化的研究 比如说搜寻这个个案的这个部分 还有另外一种类似PICOT这样的工具 去搜寻他的这个属性的这个资料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刚讲的 如果是就是TO的这个部分 搜寻性的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那如果这些的资料 我在介入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随机分配的 那是的话就是我们首席的RCT 那不是的话呢 就是观察性的这个实验 那这边的话呢 它也有列出几种 那这个二的话 就会分成这两类的这个内容 那回答到第三个的部分的话 就是会正式到这个 试带的这个研究 那这部分只是让大家 就是有一个 就是预热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是观察性的研究的话 基本上在跟最下面这篇文章所提到的 你看得到它会分成大概三种 这三种是我们在做实证的时候 常会听到的 那这三种世代研究 很断世的跟病例对照的这个实验的话 基本上它都是与人来做一个对象 那如果是世代研究的话 它就是同一时期的入学的 然后或者是出生等等的 然后从这边来做一个观察 然后它会进行就是一段时间的这个追踪 可能是疾病 可能是将来的成长等等 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这个研究 这是属于世代研究 或者是叫追踪请研究 或前瞻请研究 那第二种的横断式的话 就是做一个切念 那这边的话 它比较没有办法去认导这个发生率 本来是用发生率比较低的这个文章 那第三种的话 就是病例对照的这个研究 那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它没有办法去计算疾病的发生率 盛情率 那这个是就是关于在我们取得文献之后 这些不同的文献 它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献的类型 那我们从这个终点来看的话 会比较容易知道 我们真正在去做搜索的时候 比较可以针对文献的这个题目去做一个设计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题目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现场都是以参加比赛为主 做有评证给的题目 那如果是我们有线上的朋友 是有自己的题目也要做的话 那可能在题目的这个设计上的话 就要定义的比较清楚具体一点 那因为我在监课 所以这些是学生跟对人物质 他给他一个人物质的主题 去描述这个病人 他的一个就是状况 那我个人就觉得人物质在描述这种 比起这个临床情境的话 他会比较多一些 他生活上的一些资讯 那这些生活上的资讯 或许也会跟他的这个疾病有相关 那但是以这个Tina来讲的话 是相关性比较低 他是预设他是一个就是病床的护理师 但是感应进去没多久 然后有这个工作时间长 别人要导致尿到感染的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状况会发现 如果我是单纯这样一个题目的话 很难知道他所需求的是什么 只是描述他基本的这个 就是状况这样子而已 那如果是比较明确的话 他可能想要知道说 像这一位美鳳的话 他是发现他有高血压的问题 然后呢 他想要通过运动来控制这个血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他生活上周遭的事情 知道他有这个运动的 跳舞的这个习惯 所以他才会想说 是不是通过运动可以降低这个血压 然后他的资讯需求 一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 脸书抖音 所以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病人会有一个 比较基本的了解 那这个是我们如果在看待这个人物质的话 用他来呈现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比赛题目 那这个是第十届的 大概前年的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的话是五十间 那这五十间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他描述的就会比较简短 但是会比较清楚 那就可以看得到越简短越清楚的这个题目 当我们在去设计的这个Kickle的时候 会更加的这个就是帮助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会有时间的状况 而且他还年轻 三四九岁 那会发现说原因是什么 那会发现他原来是数学老师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今天是上课的老师 做简报就算左右左右这样子 可是数学老师他的手要举起来 他就写这个公式 所以数学老师的话呢 他如果有时间的问题的话 对他的工作其实是影响比较大 那现在也可以看得到这个 消益无药的这个 就是服用的话 他会担心如果 配雷固醇 可能雷固醇太强 他怕会有问题 所以他想要知道这两个的这个效果 那他还想知道 就是超音波跟核子共振 就是哪一个会比较准确 所以这个题目也很明显的 高露点跟我们的这个PICO 那我们在做这个临床情境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个题目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从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例子 或者是比赛的题目 都可以从这些临床情境当中呢 来做我们的这个问题的来源 那当我们在这些问题的这个 就是深层的时候 把这些问题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分类 那基本上分成背景的问题跟前景的问题 那我个人是把它理解成前因跟后果 那前因的意思就是说 背景问题就是比如说 脂肠癌 什么是脂肠癌 那什么样的风险因子会造成脂肠癌 那这个的话呢 都有基本的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 就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我们想要一般在做实证的话呢 都是前景的问题 就是说我想知道后果 就是这么做跟这么做 或两个同时做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带来不同的结果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般我们在 就是实物上会比较做 比较多的就是这个Pico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在这个 就是在做实证的话 一般都是针对前景问题 来做一个就是发现 然后这些前景的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分成这些的类型 就是不止前景的 从公流大概四类左右 一般上实证也都会提到这一些 那大家应该也都有印象 所以我们在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也可以大致上有一个印象 我这个题目是属于哪一个属性 那这样在最后就是报告的时候 上台报告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些 淘进去做一个使用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真正搜寻的部分 那我们真正在做搜寻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会得到就是预期得到 就是这样的文章嘛 那可能是中文或英文的 那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 文章的架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话 一般的文章都会有出处 那这个出处的话会有它出处的 期刊的名称标题 跟这个作者 还有作者认知的机构 然后文章被接受的这个 就是历史等等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会有沾料 然后还有一个特色是 它会具备关键字这个keywords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章的架构当中 就会慢慢去了解 为什么会习惯用pickle去做搜寻 因为pickle就是对应到这些 如果我们没有对应到这些的话 用一般的关键字去做搜寻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我搜寻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的栏位可以针对 这个栅药去做搜寻 可以针对标题去做搜寻 那有的会针对关键字去做搜寻 所以它可以去针对我搜寻的范围 去做一个决定 那比较进阶一点的资料库 它会比如说像华裔好了 大家常用的华裔的话呢 它都会把作者的关键字 放在这个就是栏位当中 所以我可以用标题作者 就是摘要关键字去查 可是到了国外的资料库 有的会有提供这个主题的部分 比如说像Parmet and Mesh 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这种的话呢 就是在作者所给的关键字之外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公司也好 或者是机构也好 或是那个资料库的厂商 它会再额外加一个主题的这个部分在上面 那主题的部分是取代这个关键字的作用 因为关键字的话呢 是作者自己下的 大家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可能就是10页20页 但是作者只给的关键字就是COPD 教育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内容可能包含的这么广 那我如果搜寻这样子的话 这个关键字没有办法涵盖整个文章的样貌 所以为什么会有Mesh跟这个主题词的这个出现 就是说 作者他有时候 他可能就给的不是很完整 那这种主题的话呢 他就会透过比如说就是电脑去做判断 或者是人工去加上去这个主题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针对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做更多的标签 所以这个keyboard有点像是标签的一种 那这个材料也是集中一个标签 所以我可以去限定这个标签 然后去做搜寻 那学术期刊不管是哪个国家发展的 国内国外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架构 然后如果他去申请这个DOI号码的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序号 所以有的资料附层旁边 他提供DOI的这个序号的这个搜寻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搜寻这个DOI码 那就是这个文章的身份证字的号 那如果是期刊的话 我就是到现在书有ISBN号 期刊有ISSN 那如果是这个DOI的话 就是这个文章的身份证字的号 但是要出版社去做申请 所以我们在碰到这个文章 除了刚刚讲的证据的强度之外 他提供的这些讯息 是不是完整 其实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的期刊 大家有听过那种略格性的期刊 或者是人工智慧写作用的期刊 在很多年前 就是大概五六五年前之前 五十年前左右 我们有看过那个新闻 就是印度那边有出很多假期刊 那个假期刊的话 就是像这样子就看起来是一边期刊 从这个桌图上面 看起来就是一边期刊没有错 可是你仔细去阅读它的内容的话 它完全没有办法去连接在一起 前后文字没办法做串联在一起的 可是现在进行到了AI这个时代 到AI这个时代之后 它要写出这样的文章 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在做网络上的文献的判断的时候 就会可能要了解这个文章的一个架构 那如果有架构之后 再去做回推或追溯的话 都可以追溯到这本这个出版社 或这本期刊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知道它是存在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文章 它是就是品质如何 因为现在很多免费的期刊 免费的期刊 免费的文章 那供大家做一个使用 那品质就有好有快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的期刊 以前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比如说我们愿意要买这个期刊 一年可能几千块 那贵的期刊 有的要十几二十万一年的订费 那可是出版社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赚很多钱 可是到了现在的Open Access的出版年代的话 出版社靠OA赚的钱比以前更多 因为它可以靠做整个投稿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收入 因为比如说这本期刊 我又有一本期刊 那我就看大家投稿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本的话是一百块美金 那我收一百个的导件 就是一万块美金 那我如果免费出一起的话 那那个数量就会很高 所以有些的部分是这样子做运作的 所以这些期刊的话 我们虽然是强调文章证据的品质 可是期刊它本身的那个 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刊 其实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 因为好的书版社 它会维持期刊的领域 所以它在做期刊审查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同财评鉴的 就是需要 或者会把这个文章给 就是懂这个文章的相关的专家 去审核它的内容 那审核过不一定就代表不会出错 像我们都听过Science 这个很有名的 像Nature Science这样的期刊 Science它之前也有期刊的文章 就是被发现是后来被发现是作假 那作假之后就会被撤掉 所以即便是这样严谨的期刊 都还是有可能会有造假的状况 更何况是网络上这个众多的免费的期刊 所以这个是除了期刊的证据等级之外 也是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内容 因为现在AI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太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那接着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Pico 那这个Pico的话呢 我个人是把它理解成拼图 我们如果把它再开始把它拼凑得越完整 你就可以其实大概了解的这个 就是找出来的样貌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我们的Pico Pico就是做的可能就是缺了一个部分 或者是它的完整度没那么高的话 那它的这个图像就会比较模糊 那相对容易的就会反映在你找出来的云章上 那Pico有点也像是一个这个 就是去捞 比如说去夜市捞金鱼的那个山子 那那个山子如果太大太小 都会影响到就是捞菊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Pico的话呢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啊 就是资料捞出来的一个工具 因为资料文件太多 那用Pico的话 我们在捞取这些资料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去做捞取 那如果跟治疗有关的这个Pico的话呢 它的内容会有一点点 跟这个就是整个部分有点不同 但是当然事实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Pico也有很多的变形 后面还有再加不同的名文字的也有 那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基本的为主 那我就研究我同事所写的一篇广文 就是七步骤来就是完善我们的这个Pico的搜寻 那这样的话我就照这个步骤来跟大家做报告 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临床上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自己的题目 或是刚刚讲的就是参加比赛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就是沿用它的 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例子的话呢 是妙科病房的病人 他就是做微创接触摄氧线之后 这个病房他就是肠胃还没有恢复蠕动 全身毛绿之后他起来 肠胃还没开始蠕动 那他是希望透过脚手口相当 这样一个介入的方式 来让他病患可以加速肠胃的蠕动 或者是一开始就不用 就是让他可以就是预防这样的作用 那有了这个临床的情境之后 我们都会需要一个题目 那问一个问题必须是可以被回答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设定我们的研究问题的时候 有了临床的情境 我们可以蓄势的把题目定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要定题目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提一下几个参考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现在有的AI 去年吧 去年初有了AI之后 大家生活上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我就把这个提床清净 我就把他照档给确计理题 那我用的是免费版3.5的 如果付费的话 你一个月要多600块台比600多 那我问了这个确计理题之后 就是请他给我一个可以被回答临床研究的问题 那这个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确计理题是聊天软题 所以你可以不断的跟他修正你的问题 你问他千百遍 他也不会厌缺 因为你可以针对你的答案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一直去调整 所以在透过AI的协助的时候 这样的语法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问对问题 然后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修正它 然后他给我的这个回复就是这样子 就是接收获布手术之后 调试口香糖 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发生率降低有关系 而且能够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入的措施 那他的答案 我们不是照单选说我们都晓得 但是可以提供我们发想的一个参考 因为有时候大家刚下班 你就要开始做这个题目 可能就是脑筋还偏空白 那透过这个就是AI的辅助的话 帮你 他虽然不是很多 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可是他在分析这个部分的话 做得不错 所以你可以针对他给他的这个题目之后 然后慢慢的让他去聚焦提供你要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再做修正 那这个修正之后 就跟我刚刚的那个题目其实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搭配这个AI TRAGP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话 在我们题目的这个制定上的话 会比较有帮助 但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比赛会不会限定用AI 所以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连 实际上学会他们的很多课程都在介绍AI 所以应该是有需要 那这边的话呢 他除了一个之外 那我又将他继续提供 那他就会提供不同的题目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可能想出来针对我的这个问题 就是临床的情境 我只会想出一个或两个 但是确定比例会给你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除了上面的这个之外 教室口相当对减轻一步手术后 病患的这个腹痛症状是不是有明显的效果 那这些的题目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有就是NHP口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不同的这个样貌 在哪一个设计上会比较就是合理 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我是让他重新 我们如果有这个用过确认AI的话 他有重新再产生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将他继续回答 所以我的第二段的这个部分 是让他继续回答 所以这个我是一个问题之后 再点继续回答 变成他第二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让他再继续回答这个部分 所以在问题的部分的话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这个 灵状情境都不同 那透过AI的辅助帮你分析这个题目的话 可能有些细节没有看到 那透过他可能会稍微 像针对这个题目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 包含一下这个AI的这个辅助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有看一下我们去年的那个 还是前年的那个 就是我们图馆给我的那个影片 就是比赛的那个影片 那我们的那个去年的那个影片 有介绍这个Dynamic的一个使用 他有提到Dynamic的话 在写这些背景问题的时候 的这个就是他的发生率 或者是最优先病毒的一些基本资料等等 写报告的时候 或写前面的这几遍秒数的时候 会有帮助 那这边的话 我们跟大家顺便提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用途 那个用途的话呢 就是他现在有一点小改版 小改版的话呢 就是大家看到 以往如果你只是在搜寻方 输入很多字的话 他会找不到他要资料 甚至会告诉你说找到零笔资料 那现在他改版之后呢 接受了一些努力的这个资源 所以像我这个 是直接把我那个题目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题目吗 那个题目的话 他其实原文是英文的 我就把他原文的英文 直接丢给这个 就是单位没让他去 他原文直接帮我们找到答案 因为我还没有去产生我的pico 在我产生我pico之前 我就先把我题目去搜寻看看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的话呢 就是很像是头看一下答案 那大家做这个实证 最怕就是说我找不到资料 尊重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通过这个的话呢 单位没他的资料库的特色 跟大家熟悉的另外一个 他会有点不一样 他的这个架构是他提供文献的这个载入 而不是提供教科书或文章式的内容 所以我搜寻之后 他就会发现说 很明确的一个主题 叫做预访跟管理 处置这个所有场主宰 所以就有一个主题在这里了 那下面他会有两个连结 那你可以点的话 则会直接带你到那个章节的部分 因为他每个主题就是一个很长的网页 那他有分不同的section 不同的段落 那我进来这个主题的架构之后呢 如果当你用过的话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是点那个连结进来的 所以左手边这边的话 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地方 那你可以通过上面这边 上面这有一排字 上面这一排字的话就是路径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主题底下的这个 术后的这个 管理质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边出体质的这里 所以从这一行 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大纲的位置 那这边的话呢 他有一个叫做这个教室口相塔 所以在收入组织当中列了很多个 那其中有这个教室口相塔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的架构 不是很熟悉的话 进来一个主题之后 我们可以在左下角点这个搜寻内文 有点像是按Ctrl F 可是我们因为现在改版之后 它分成了一个一个的section 所以你按Ctrl F的话 就是搜寻这个页面 其他的页面就搜寻不到 但是你按左下角这个搜寻 这个topic的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进到 就是他会找到相对应的这个文字 找到这个文字之后 就至少知道这个主题当中 有没有跟你相关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 教室口相塔这个小主题底下 它就会有这些的资料 那当然它跟其他资料库不同 是它移工文献的栽入 所以这个文献的栽入 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告诉我们说 它有一篇study summary 大家主要在这个资料库当中 看到study summary 就是一篇文献的栽入 什么样的文献呢 一个考克兰的review 那这个是它的卷情 那同时也是出处 如果你点这个连结 就会连结到parmeme 然后再从parmeme连结到考克兰 那上面这个不是文章的标题 是改写过后 针对这个文章符合我们这个主题 它说这个内容 所以可以看到教室口相塔 它是可以改善 然后呢可以降低留言的这个天数 这个details把它展开的话 会有文献的栽入显示在这里 那如果它的证据是有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呢它会有两篇文献 也是一样相关的 那也是考克兰上面的review 或是另外一边的文章 可是如果有时代案内当中 有些的文献 它不一定是就是更新的速度 没有那么快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15的 16的13的 所以它缺了我们要的 五名内的文献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再到它的主题 就刚刚的那个左手边的大刚刚中 它有一个区块叫 Gunline跟这个resources 那我们就到这边点这个mainline search 那这个mainline search的话 它会有治疗诊断以后 我们就点这个治疗 那点了之后呢 它会帮我们把这个主题 相关的关键字 带进去帮那座搜寻 所以这个不用打 直接点了之后 就带出这个画面了 它找到的文章篇数有多少呢 有500多篇的文章 那我们有勾选任何的条件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它把RCT这些都变成这个关键字 设在这里 所以除了打勾之外 这边如果有指定的话 也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这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找出来的文章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但那边这个资料簿 它走摘录的资料 它不会去说 它没找到几千篇的文章 我把这些都摘录上去 它会去挑选证据 程度比较高的 也就是它是比较所持 政治量部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使用Dynamic的话 可以快速的得到 我们要用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 搜寻比赛的时候 不是用它 但是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题目 是不是已经有相关的答案 然后你再去回推 然后再去做参考 这样子 那大家也会用E&Base E&Base的话 现在出了一个新功能 前阵子还没看到 那这个新功能的话 就是它会有一个 搜寻语法字串的转换 转换之后 我就把刚刚我在 Parmic上面找到的 那一串文字放进来 然后点这个转换 转换之后 它就转换成 它自己接受的语法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E&Base的话 它的这个 就是那种栏位的部分 TI AB这些 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写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它就用这种转换的方式 转换成它自己 接受这个方式 那给它298编的文章 那这边就比较有趣一点 我们都知道 E&Base比Parmic 多了3000品本的这个期刊 感觉上 我应该是找到 更多的这个资料 但是在这边的话呢 就感觉上好像没有 那可能就是 我们的搜寻的 次串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 变成是关键字了 这个Randomize 变成是关键字 所以它转换的话 效果没有很好 所以这边 只是跟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转换的部分 那可能它的效果还是就是没有到我们预期中的那个样子 那接着我们再跟大家提一下这个AI的部分 那AI也是去年在耶诞节的时候 就是上课的一些医生他们提的他们自己使用的经验 那有三个 一般的AI像TrackGPT并不适合用来回答医学上的这个 临床上的问题 但这三个的话呢 是目前在 也是刚也是在发展中 倍大版的 那它的效果还不错 为什么它比较可以呢 因为它的搜寻范围 这个表格是我自己用了之后 的一点心得 可能不是很全面 那这边的搜寻范围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这三个AI 它可以回答临床上的问题 因为它是以期刊为主的 跟这个TrackGPT是微不同的资料 我们得到的那个内容不一样 就是不太内容 比如说中间这一个 它其实除了期刊之外 它包含网路 所以你会发现它会去收 它会给你一些网路上找到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这个中文搜寻的话呢 有两个可以用中文做搜寻 第一个是完全不行 那所以期刊为主的话 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跟第三个AI的话 它在为它的这个资料的话 就是以期刊的这个资料 所以你在找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刚刚是透过单的密码 那接着现在有了AI 你可以是用这个 比如说我等一下 这个Lumina Chair这个来做分享 以它来做我们的题目 来做一个探索 看看是不是 你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这个答案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Lumina 它在搜寻的时候 记得加上这个Chair这个字 因为这个Lumina 如果你搜寻的时候 像我一开始不知道 就是那个医生在做警报的时候 它是有下的Lumina这个字 然后我去搜寻的时候 找到这个修图软体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刚好在修图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修图软体很强大 那有兴趣可以去下载一下 可以让你从无便有 那现在你加了一个TRAIN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的话呢 它提供的是TRAING ET4 也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3.5的话是免费吧 4的话呢 是就是要花钱 那所以你用它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它FOR的这个资料 也就是你可以看最新的资料 可是因为是免费使用 只为你付费 就是针对这个Lumina 所以你去付费 如果免费的话 你会有个额度 你搜寻几次之后 它就总是降到3.5 所以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账号去试试看 那它可以去汇缩CSV 它一样有点像是搜寻文献的概念 你搜寻之后 找它几篇的文献 你可以去汇缩Excel栏 然后呢 可以去取得它的APA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将来 可能慢慢会取代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工具 那再来就是AI最普遍的问题 就是它会有幻觉 那这个AI的话呢 我还是要保留 就是要需要去检核跟这个查证 如果没有去检核跟查证的话 有可能就会影响蛮大的 因为这个毕竟是将来 我们实际马上就是要走到病人身上 那再来就是 这个AI虽然是用期刊位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期刊会有问题 所以它的品质到底是 好还是坏 还是那种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然后整个比较没有那么严谨的这个文献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去了解这个问题 那这样它也不会特别跟你去说 它到底是哪些期刊去做 它资料这个 培养 但是就是我要针对它的这个内容 要有一个保留 就记得它一定是会有幻觉的 所以这个三个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用LuminaTrack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LuminaTrack的话呢 我就因为它可以问中文的问题 我就先用中文问它 那我问它因为我已经被降成3.5的版本了 所以可以预期得到资料是它不会有太新的 就不会有2022年之前的这个资料 那注册绑定Google这样的时候就可以进来了 然后点这个run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它回馈的答案 所以我的问题的回答在这边 这个是它的答案 那它的来源在这边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的话基本上跟我们的这个 就是Dynamic的这个 得到这个结果是正面是有关系的 是相关 它也告诉你说 是可以有正面的这个影响 然后呢 它还像一般的文章一样 列出了这个人写的文章 或是这个人写的文章等等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文章的这个处处 所以如果我们在针对我们的题目发想完之后 你想要知道说是不是我在就是这个题目在搜寻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文件可以做参考的话 可以先看透过Dynamic或这样的一个工具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可以持续的去做下去 或者是可能已经很多人在做了 你也可以就是大概有一个印象 那接着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呢 左手边这一栏是它的来源 就是期刊的名称 然后文章的这个栽药在这边 然后右手边有它的研究的设计 那右手边这一栏呢 是你可以自己去调配的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一个增加栏位的部分 这个增加栏位的话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Static Design 所以我就把研究设计这一栏下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自己加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调整 点核之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就是选项 你可以看得到有好几个 你要把结论放在那里 或者是就是这个研究方法放在那边的话 让你去审视不同的文章 因为它左手边那个栏源就是一个很长的网页 那你一直往下拉就看到它的这个处处 所以你这边如果多了一个栏位的话 就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Lumina 那Lumina的话呢 我们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个Citation 就这篇的文章 我就点它 点它之后就跳出左手边这个画面 那我们都记得要做查核嘛 所以可以看一下这本 这看起来像是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的话 先对一下那标题 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GIMG这些 就是基本的资料感觉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大概知道这篇文章真的存在 现在很怕那种不存在的文章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文章所出处 所以用这个期刊去喂养的这个AI的话 它不会给你的资料 基本上可信度是稍微会提高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引用这个资料的话 好 这边有一个Sign 点了之后就可以去用 一般大家引用一些格式 汇出的Excel档就是这个网页如果往下来 那你可以去看到很多篇的文献 那这边的汇出的话 它会帮你汇成这个Excel档 就一栏一栏的作者标题这一些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或许这些所列举的这个文章 也可能是等你Pico生成后搜寻PiMate之后 找到的文献重复性相关性 可能重复性可能也有的这个状况也是存在的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题目也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人工的Pico的搜寻跟这个AI的搜寻 得到这个文献是不是相近的这个比较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那接着我们就是用英文再问一次 这个题目原本就是英文的 那问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得到的结果不太一样 文献的部分刚是2013 2009的 现在的话呢 问了英文之后是2017的这个资料 那我发现这两个差别是 我问中文的 它会提供一些中文文章 所以它有就是 也有被问一些中文的这个资料 所以会发现用我们问的话 它提供的这个文献的话 看它这个出处都没有这个中文 就是中文姓的那个拼音的这个状况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它的这个不同 所以中文跟英文大家可以试试看 但是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叫什么 像是有它的这个效果 只是说它你用的文献 输出不同 那这是我们两边 就是Trader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英文有换处 是因为我前阵子在 就是在设计一些题目的时候呢 就是遇到的状况 那我但是用的是Google Bot 大家会知道我们用Google Bot 他应该要去确计计计计要多吗 那我就用这个Google Bot 我就想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Pico是什么 他就跟我讲Pico是什么 那我就叫他 我只有放这张解读了 这个有好多张解读 我就是用口述的 那这个 这个我爸就跟我回说 这个Pico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请他给我一个Pico的范例 他就给我一个蜜料科的范例 那给我一个蜜料科的范例之后呢 我就想说 那我还要去查文献有点懒 那我就请他说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实在的研究当中 针对这个你给的Pico的这个题目的话 得到结论是什么 然后他就去回复 回复之后他就说 就是有他给我两个出处 然后两个就是来两个那个回复这样子 那两个回复之后 我想说我一般写报告 我们要证明出处吗 这个从哪里来的 我就再跟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两个 回复的这个出处 他就给我两篇文章的那个APA的格式 然后我就想说 那这样就OK了吗 我有了APA 然后又有了结论之后 那我们的报告就很容易完成了 可是后来就想起来 之前上课的时候 想自己提到 他会有幻觉 那我就想说 那我来验证一下 我要看一下这个文章 是不是真的有 那我就去查那个帕妹 查了帕妹之后 不查还好 你查之后就吓人跳 发现帕妹没有这篇文章 然后我想说帕妹没有 也有可能 那我就查Google学术 查Google学术 也没有这篇文章 那我就 有点 就是精良 然后想说 他提供的出处 除了文章的篇影之外 还有这个期刊 的名称 跟这个 券期 还有年代 页数都有 所以我就 再去那个出版社的网站 找到那一本期刊 找到那一个卷期 卷期跟刊名 都是正确的 那我就看一下叶数 然后我就对叶数 发现没有那个叶数 没有那个叶数之外 也没有那篇文章 所以我在那一本期刊的 那一个卷期当中 遍寻不着那一篇文章 那相似的也不用 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 就是觉得很 就是才真正感觉到 AI有幻觉 就是 他可以一本正经的 跟你下摆 就是 感觉 这个Pico 就是这个样子 又有提摸 又有这个结果 而且 他给我的回复 还是说 从多少的研究当中 得到什么样的 这个结果 比例降低了多少 的这样子的回复 所以他有可能是 东拼西凑的 那后来我发现 AI有的幻觉之后 就才知道 这个查核 就是真的是 很重要 所以才开始 为什么跟大家讲 我们的文献 它的这个架构 有文章的贴名 就DI的号码 这些都是查核的 这个依据 所以如果我们 请他去提供 那些资料的话 我们再去回溯去 看那个文章 是不是真的存在 会比较保险 所以这个是 这个Googlebot的问题 那大家会觉得说 确认GVD会不会好一点 我同样的事情 确认GVD再做一次 他跟他发生 同样的问题 所以确认GVD 跟这个Googlebot的话 在现阶段都不太适合去 就是回答这个 临床上的这个问题 就是风险很大 有可能他的答案是 给你的答案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那个来源的话 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我用的Googlebot 跟这个确讯ET 在回答我们平常讲的 这个临床问题的话 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是刚刚那三个AI的话 因为他是用企刊去做训练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话 相对而言 我是觉得第一个跟第三个是 使用这样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是AI辅助 在第一个步骤 我们的临床前进要转化成题目的时候 大家可以通过Dynamic 还有AI 就是LuminaTrade的这个帮助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接着的话就是把Pico带进来 那Pico带进来 因为大家都有基本的这个 就是了解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提醒 那这边的提醒的话呢 就是同一字 是在这个Pico当中最重要的 那我发现就是 大家就是包含我三年 对同一字都会有一个小混乱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 同一字怎么去 让它就是可以去扩增 那再来的话 文章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关键字的部分 它有音试写法 音试写法的部分 也是需要做一个留意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这个缩写 比如说搜寻COPD 那我们很习惯 就是打COPD去做搜寻 可是也不要忘了 全身也要一起打上去 所以当我的这个搜寻的参考率 有了这个 比如说我的这个P的话 是COPD的话 我们记得再加一个COPD COPD完整的那个 全身架上去 缩写跟全身都架上去 这样就不会漏掉 那再来就是字直的单复数 单复数的话就比较容易 用这个系统会提供的那个信号 或者是问号 就可以解决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做Picot设计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做适当的搜寻 因为我们在做Picot的时候 我们可能去查Mesh 查这样的词汇 就是针对这个字的部分 我们去做斟酌 但是实际上你先把字带进去 这样做搜寻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字 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看一下 那个文章 他所提供的那个主题词 那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是一圈搜寻的时候 我也会建议大家在做Picot的时候 这个就是把它完整度建立起来 这个表格的时候 那这几个都是蛮重要 除了同一次之外 预先搜寻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那个系统或那个平台 针对这个疾病 这一个题目的这个关键 它用什么样的这个字词 或用哪些的字词 我们都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是预先搜寻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漏掉的部分 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那接着的话 我们就是同一次的部分 来跟大家提一下 那同样的就是GPT 那GPT的话呢 就是我就请他一样提供这个Picot 那因为我是问中文题目啦 所以中文题目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提供的这个Picot PICO的话 他就会有这一些的一个参考 所以他虽然在提供这个 病床问题的时候 他的答案真的要去指引他 可是他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呢 他这个能力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所提供的这个P 也可以针对我们在做Pico的时候 来做参考 那你只要叫他用英文回答 他就会改成英文了 所以这边的话 中英的切换 很容易的 他的这个效果还不错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到他的PICO的这个架构 所以这个也可以拿来 我们的这个同一字的一个参考 也就是同一字的部分 等于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就可以参考 TRAVPD给你的这个 同意的这个字词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PIMATE Mesh 那这个Mesh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名称叫做 医学主题词MEDICAL SUCTURE HEADING 那比较容易理解的是 它是一个词典或是一个字典 那这样的字典或词典的话 它的字数有限制 就是它大概就是两三万个词汇而已 所以你超出这个词汇表的话 你就搜寻不到 所以这个搜寻框 就是搜寻两三万个这个医学主题词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 这个期刊的文章 有作者的摘要 还有文章的偏移 还有作者给的关键字 但作者给的关键字 不足以让我们去 找到相关的这个文章 因为作者如果他投篮 关键字可能就只有给两三个 那这时候 这个Mesh就因运而生 这个母国家学徒书馆 他的网站有一张照片 大概十个人 那个十个人的团队 就在维护这个Mesh 这样的字词 那很多都是不是学位的 他有一个就是他们证明的清单 那这个Mesh的话呢 他就是做 他先会做一个这个 就是词表 张冠个词汇的这个词表 然后把同义词呢 加上去 所以有些字词的话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Kinsel有很多的写法 那如果我们去搜寻的话 Mesh会在这个众多的心法当中 选择一个来当他这个主词 所以这个是Mesh的这个用途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Mesh它会贴在文章上 当成是一个标签 所以这篇文章 如果贴上这个Mesh不同的词汇的话 你就可以用Mesh搜寻 这个你可以栏位的部分选择Mesh 然后去搜寻这一个 相对应的这个栏位 那他的这个准确性就会比较高 因为他已经浓缩告诉你说 这篇文章就是谈论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所以你在搜寻的时候 这个Mesh的搜寻可以带你 数量会 文章的这个数量会稍微少一点点 那这个是Mesh它的一个用途 那我们在做Picot的时候 都会去查Mesh 那就是我们刚讲的 它只有两三万个字 所以找不到也有可能 所以我搜寻的是 刚题目当中的所有长主塞 所以找到的结果没有 没有的话呢 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是舍弃Mesh 这样子而已 就是在换其他的这个同一字 所以不是所有的字都找不到的 那如果你找得到的话呢 像我搜寻这个 就是麻痹性长主塞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要在Mesh当中 找他的同一字 一般我们查Mesh 就是把它 它是用哪一个当主是 我们就是用那一个字吗 可是如果大家去找一下 它那个网页当中 它会有一个Entry Terms 那个Entry Terms 其实它就是列出了同一字 这一串 就是它所提供的这个同一字 所以有时候同一字 我们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 没有一个合适的同一字字点 那这时候Mesh 它就是这个Entry Terms 就提供了你一个参考 所以我搜寻这个字之后呢 它给我了这一些 当然有些的字词是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字字第一个 第二个就加一个S 或者是有的字呢 是加S之外 所以前后相反 这样子它一点点上去 所以很多是重复的 其实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在搜寻这个 Mesh上面的这个Mesh的时候 这些Entry Terms 我们都可以做参考 当然不是这一串 即便我去除了这个前后的 加S的之后 有些可能还是不相关的 所以不相关的 我们就把它去掉 留下跟我们的题目 相关的同一字 所以如果Mesh 我们在做搜寻的时候 这个同一字 也就是这个Entry Terms 的这个部分 也是大家 就是做这个Picot的时候 可以用的一个部分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还会在用的 像是这个Embase Embase的话 大家除了平常用它之外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去自动帮你 去找出同一字 那你有两个地方 大概两个地方可以找到 第一个就是你选Picot 你选Picot之后呢 比如说打上刚刚的那一个 刚打上那一个之后呢 它这边会出现同一字 有三个 就是它在搜寻的时候 它会运用这三个同一字 一起加进去做搜寻 所以现在的这个文献的搜寻 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会去比较这个 关键字的到多少篇的文章 但是现在它偷偷叫了 哪些的栏位去帮你做搜寻 有时候你没留意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就是察觉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一个就是小问题 那你听到这三个字在这边 那这两个的话呢 也是前后相反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 有三个同一字 那这个是Embase当中的Picot 那再来的话就是到Entry 在Entry的话呢 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过 那Entry的话跟Mesh 是同样性质的这个功能 但是Entry的话 它加上了比较多药品的质量 所以它有大概七八万的词汇 所以它词汇的数量会比 那个Permade还要更多 所以你在Permade查不到的话 可以这边查看看是不是用 那我这边的话 一样查出这个字词之后 你看它会跟Permade 一样的这个树状架构 那它被分成三类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同意词这边 它列了三个同意词在这里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就是这个字词的同意词 你可以通过Embase 也可以去针对同意词的部分 去取得我们Aticot上面 所需要的那个同意词的这个部分 那接着的话 这个Coplin Coplin的话呢 就是搜寻 还没有到搜寻的这个阶段 可是大家也会发现Coplin也用Mesh 那它也用Picot 那我在Picot当中呢 选了Picot之后 我就点这一个 就把我当字打上去 就会发现说 这边它带给你的同意词呢 就是我框起来的这里 这个就是它所列出来的同意词 那大家又发现这个字一直重复 可是第一 这个字刚刚的M3也有 第三个没有 所以就会发现说 这三个资料库 就是会带给你不同的这个同意词 Mesh Coplin M3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三个资料库 去扩展我们的同意的词词 那当然我没有想去查 它是不是相关的 只是你可以看得到 刚刚的M3有一场串 同一个字 然后M3的话 有两个是重复的 然后宝格兰 这个是另外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可以去扩充我们的同意词 所以同意词其实不好找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就是我们常用的资料库来做辅助 然后可以得到这个参考 那Pico的话 在考克兰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它这个文章 甚至会帮你把Pico列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但是它没有到很完整 只是说我们的题目 如果相似的题目 如果考克兰有的话 你可以去把这个Pico点开 然后看到它这个题目 所用的Pico就是这一些 那这一些的话 或许就可以拿来 我们的这个同意词 我们的Pico当中的同意词 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所以这边可能还有一个 show mode 点了之后会显示更多 所以我们的这个考克兰 即便没有相关的文章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要的那个主词 那个疾病打进来看看之后 它这边是不是有出现 类似相关的同意词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考克兰 Entreep Parmet 这些 或者是QHVD 这些都可以提供我们 做同意词的参考 那另外的 它比较少用的是这个 Exco的资料库 这Exco的资料库的话呢 大家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订购的资料库 它这个CNOT 它是护理学的资料库 我们只要在 就是 图书馆的网站 去找一下就用了 那这个 它这个CNOT的话呢 这个资料库是对护理学这个领域 去所收入的文献 那如果我们的题目是像刚刚的 五十间 那样的一个题目的话 像如果我们是参考 附建科的那个教科书的话 在附建科教科书当中 它把CNOT当成是 它资料库的 这个搜寻的来源之一 就除了Parmet之外 因为CNOT收入的 这个文献很多是跟 也有一些是跟这个附建科相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些题目 跟附建科相关的话 就不是护理跟附建科有关的 你可以去试着搜寻这个CNOT 这个CNOT 它也有一个叫CNOT 黑顶在来源的功能 这个CNOT 上去黑顶的话 就是我们常提到的 有些第三方的质量库 会针对这篇文章 去产生这个主题 那那个主题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当成是同一期的参考 还有这个CNOT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Mesh 那只是说它的名字叫CNOT 黑顶 那你也可以拿它 当作这个同一期的参考 然后你也可以试着 预设去搜寻 看这篇文章 它所列出来的那个subject 那个主题 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参考的这个理据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目前我们也有订购的资料库 就是你也可以查到的这个 就是CNOT 或者专用的资料库 所以我在这边点了之后呢 首先搜寻这个字词 你就会发现 它用的字不一样 它用的是这个字词 这个字好像Mesh有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就会帮你去 把这个同一字也列出来 那你点进去 它也让我们的阶层式的架构 所以这个CNOT的 这个上面的主题词的话呢 大家在做PICT 同一字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它跟Mesh的架构一样 这个是主标题 这个是副标题 打勾之后 右手边的副标题 就会出现 那最终我们就会做成类似这样的表格 那这个表格是我那边 我们那个同事写的文章的表格 但它实际上没有很完整 那就是 我们就是做个参考就好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 最终就是产生好这个表格之后呢 有Mesh有同一字之后 加上布林逻辑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去做搜寻 那搜寻的话 所以我们就放大一点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Mainline PineMate的介绍的话呢 就是 这是官方自己的介绍 那你可以看得到 PineMate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是1996年开始的 所以它也可能丢牌 年轻在做的 那你会发现 它有多少资料呢 它有36个Million的资料 那这个数字会持续增加 然后这个网页会不定期更新 所以这36个Million 可能现在也是37 38了 不一定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36个Million的资料 就是为什么要Pico的原因的 如果我只是打一个糖尿病 我会得到几万篇的文章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这文章就是这么多嘛 那如果有了Pico之后 我就可以去捞取 从这36 38万篇文章去捞取 我们要的这个文献 就不会是这么多的一个数字 那它包含什么资料库呢 它包含Million的资料库 所以实际上Pamay是什么呢 Pamay是一个使用平台 这个使用平台里面 有一个资料库 叫做Million 那你在搜寻Pamay的时候呢 就是以Million为主 再加上下面这些资料 就是你讲 你搜寻Pamay的内容 下面哪些资料呢 就是这个点点下面的这一些 那很多其实也是Million 里面的内容 那加上一些书的资料 那上面这里 它在对Million在做一个简介 Million这个资料库 它其实比较早期就有了 我以前遇过一些老师 他在做Million的搜寻的时候 他是用光碟版的 我们现在就上网查 那他以前的Million 是这几万篇 几十万篇的文献 都存在那个光铁片单装 所以他放进去光铁片 再去做搜寻 那个年代 所以他以前就有了 那这个Million 占了多少 有多少资料呢 有31个密列的资料 3000多万篇的文献 对照这个3600的话 大家都可以大概知道 整个Parmate Parmate 大概Parmate里面的Million 大概占了 它资料量的85%左右 所以我在搜寻Parmate的时候 85%其实都是来自于Million 那Million它是一个 资料库的名称 可是它里面的期刊 是什么 属性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收入的期刊 它有限定是 Biomedical的 跟LifeScience的期刊 所以像期刊 大概有20万种上下 就全世界的期刊 那如果我们是限定这个 就是生物医学跟生命科学的期刊的话 再去做挑选的话 Million挑选了5000多种 所以你在搜寻Million的时候 就是在这5000多种期刊当中 去做搜寻 那就是去搜寻那一篇一篇 这个期刊里面发表的文章 那有些是已经停刊了 那还有包含在里面 所以实际上这个数字是 在更多 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 PiMillion这个平台 我在搜寻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搜寻 就是Million为主 那它是一个 以生物医学跟生命科学 为主的主题的一个期刊 所以如果是搜寻 这两个主题以外的话 我就要搭配其他资料 不做一个辅助 也就是说PiMillion不是万能的 它还是会受限 以它收入的期刊的数字 那另外一个是 大家会常听到的PMC 那PMC的话呢 是这个Parmic Central Parmic Central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两千年才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 PMC的话呢 它提供的是什么呢 免费的期刊的全文的 一个典藏的服务 以前的那个年代 会想说期刊 纸本的期刊 我就是图管把它装定 放在地下室 放在架上 我就是长期保存的 可是有的电子期刊出来之后 出版社会倒 倒了之后 那个期刊就不见了 那怎么办 所以有些机构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典藏的服务 那这个Parmic它算是官方的嘛 那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官方的话呢 它就在两千年提供 这样一个典藏的服务 那它典藏的 就提供一些免费的全文 所以它Parmic上 会看到很多免费的全文 那它把它集中 只要那个出版社 愿意跟它签这个协议 愿意放在Parmic Central当中的话 那它就可以就是 在这边做一个典藏的服务 因为国家的 毕竟比较不会倒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Parmic Central 它其实是 完整的包护在 Parmic里面 就是Mainline里面的那些期刊 只是说 它是出版社 跟它签设了 签订了条款之后呢 帮它做archive 做保存的这个部分 所以TMC的话呢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独立的资料库 而是说 它把那些免费期刊的 一个电商的服务 它一样在Parmic当中 可以被搜寻得到 有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 就是不太清楚 Parmic Central 好像是 又是Parmic 那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它是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简而言之 你可以在这个网页上看得到 你在搜寻这个Parmic的时候 主要就是来自于 这个Mainline 还有就是Mainline以外的资料 大概这样的反制实物 但是基本上也跟Mainline 会有点相关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Mainline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其他的质料库 像Embass 就是以Mainline为主 再加上额外三千种的 这个期刊 那比较多的是 医学药学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很多的话 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部分 那考克兰的话呢 它跟我们的 Parmic Embass 它刚刚讲的Cinop 不太一样 这三种的话呢 都是期刊 一篇一篇的文章 我去用这个Pico 去勾取这个文献 那考克兰我们知道 它是以这个RCT的 review为主的 所以这个Pico 在搜寻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留意 它的资料量 没有到非常多 不会像Mainline 或Parmic 它有就是 几千万笔的这个文献 所以它是review过的资料 所以它的资料 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那再来的话呢 像是一些 就是Update或Dynamic 这样的一个实证资料库的话 那它的类型也是不太一样 它是属于 摘入的这个资料 或者是像 实证的教科书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内容 也就是说 它是整理过后的资料 它不是期刊里面 那一篇一篇的文章 它是把这些 就是实证的相关的文献 然后摘入成这个主题 或者是 做一个主题 然后呢写成这个文章 或教科书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的话呢 就是搜寻 那我想搜寻 大家都不陌生 那我们会常用的 布林逻辑 或者是像一些 不同资料库 会用到的一些 这个就是 符栏位啊 或者是 像节字的符号 Mesh Term等等 那这些的话呢 都可以在搜寻的时候 去扩充我们的Pico 把Pico扩充的月完整 同一字 或者是 像进的字词 我们整理的月完善的话 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就可以去 把我们所要的资料呢 尽可能去找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像包含Mesh 也都是 会建议大家 在查关键字的时候 也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Mesh 是不是在 就是我们的关键字 在Mesh Term里面 使用哪个字词 那也可以把它加入 同一词当中 那其余的资料库 就是像节字符号 这一些 有的是 用信号 有的是用问号 不太一样 所以在使用之前 也要确认一下 那一个资料库 所使用的这个代码 然后再来就是 筛选我们的结果 那一般我们可能会 希望找五年内的文献 那如果有 护理的部分的话 会有EBP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EBP这样的一个选项 在Signal这个资料库当中 可以特别做勾选 那这个EBP的话 它包含的就是 一个综合的内容 它有不同的文献类型 那我们可以 个别去做指定 那接着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Tickle 来导入 资料库当中 做一个搜寻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呢 会建议在 不同的资料库 做搜寻的时候 可以选用的栏位 可以尽量选取 像Opheos 这样的一个 全部栏位 或像Mbase的话 它的预设也是这个Border Search 所以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如果是在Signal 我们也可以就是 使用这个选择栏位 下拉的选单 那我就以这个 单独一个P 来做例子 就不全部贴 那我栏位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Signal提供很多栏位 我们可以选择TX Otex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在旁边一样 Ofields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搜寻的时候 然后把不同的资料库的栏位 都设成固定的 那这样的资料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考核档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的预设是Title Aptrait跟这个Keywords 但是它也有一个 Otex的选项 那因为考核档资料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会建议 大家搜寻的时候 可以使用 如果是使用这个浏览的功能的话 可以使用Otex的功能 那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去查找 整个资料库范围内的 所有的文献 那使用Signal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一些文献的类型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个别去指定 比如说我要找RCT 或Meta Insist的文章的话 它必须在进阶检索页面的下方的 Publication Type这里呢 去做一个点选 因为它没有办法像Parmet那样子 只要在左边打一个勾勾就好了 那我在Publication Type这边选取的话 就是拉到底可以找到系统性回顾 那它的话呢 选择一个之后再点第二个会跳掉 所以如果有付出要选 比如说要选RCT跟系统性回顾 那我就选了一个之后呢 再往上滑一点 然后呢 再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或者是Mac电脑的话 按住那个Command键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去选取第二个 或第三个或更多 所以在使用Ctrl键的时候 就是一点小提醒 使用All Text 再来在进阶检索的下方的 Publication Date那边 我们可以去选取 我们要的这个文献的类型 因为在一般的这个搜寻结果 左边的筛选条件当中 它没有出现RCT或Meta Assist 那这样的一个选项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像Sortize边也没有 另外的话呢 Ctrl它是一个摘要的资料库 目前我们订购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建议大家 那个全文的部分 可以不用特别勾 虽然这边也有看到全文 但是基本上的本质 Ctrl这个资料库 我们所订购的版本 是摘要版 这些全文的话 它可能是另外 其他资料库 就是我们台大那边有订购的 那它会自动帮我们带过来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它提供的主题 那这个主题的话呢 就是在文章当中 一些第三方的这个资料库公司 像Apps Code 它就会针对这一篇文章呢 去加上这个主题的部分 那加上主题 有的像CNL 它会提供主要主题 跟这个资料的主题 就跟Mesh一样 它有这个主词 跟这个Subheading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词汇呢 也可以拿来做参考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 有些的字词呢 我们也可以拿来这边 做一个就是Pico的这个参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边搜寻 也可以去边修正我们的Pico 那使用PiMate的时候 也会建议大家 不要去勾这个FreeTheVortex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iMate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PiMate的部分的话呢 为什么那个FreeTheVortex 我们要留意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FreeTheVortex 就我们刚刚所讲的 在PiMate当中 它有收入免费的期刊 所以有的时候 我的希望上结果少一点 我就会去勾这个FreeTheVortex 可是这个FreeTheVortex的话呢 是指我去看那些 这个Free的免费的这个期刊 那你勾了它之后呢 现在我找到600多万篇的文章 我勾了FreeTheVortex之后 这个文章比数呢 会降低 有时候降低很多 大家会发现这100多万篇 从600多降到100多万篇 所以大部分的文章 是需要付费的 所以如果为了 让文章篇数少一点 可能误购这个的话 你就牺牲了500万篇 左右的这个文章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 这个条件值的这个全文的部分 尽量先不用勾 就尽量在最大的这个值 我们就筛选 我们要的文献的类型 跟这个几年内的这个文献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 受到这个的影响 那接着是 使用PIMATE的时候呢 的一些小提醒 那使用PIMATE的时候呢 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善用我们的这个 PIMATE它新的这些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就是步步手术 那我就先留一个字 那这个PIMATE它 给了一个 show index的功能 这个show index的话呢 并不是文章篇数有多少 而是它有针对这个词汇 去做这个锁印 所以这个数字不是 实际上我找到这个数字 那这个字子如果我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那边呢 去点这个下拉的 就是下键桶先加到历史 因为PICO大家可能会习惯 一起做搜寻 但是我们会建议 开始先分开查 分开查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说 我P找到多少篇 ICO分别找到多少篇 那当有一个找到只有 比如说五篇十篇 你在把PICO去用end做交集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 数字是不会少 你那个十篇五篇的 你就比那个更低 所以如果你PICO 是一开始就合在一起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 这个哪里可能会打坐 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初步初开始的阶段 会建议大家这个PICO的话 还是先分开查 看到它的数字 是不是有出现问题 或数字太少 数字太少的话 你在做交集 它得到结果定又更少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提一下 可以透过增加历史来看一下 那第二个是 大家可能也会有留意到的 就是PARMate上 你的搜寻不见得 就是你理解的搜寻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tails 我们的details 这个箭头按一下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我觉得我在搜寻复部手术 所以感觉这样 就是应该用我所留的 所有栏位加复部手术 来做搜寻 但是PARMate现在变成 它不只是让你去搜寻关键字 你刚刚所选的Opheus这个栏位了 它还帮你加其他来一起做搜寻 所以发现它还搜寻 这个起刊的文章 所有栏位这个 所以然后还有连这个Match 有时候它会连Match 一起帮你做搜寻 所以当我在搜寻这个PARMate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子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搜寻这个 我就是选择Opheus 它实际上会带出其他的东西 跟EABS有点状况类似 那这个部分可以克服 克服的部分就是加一号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我再把这个字子 再把它扣过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加上语号之后 它就会 它很一样 所以我这边的搜寻的时候 我加上语号 加上语号的时候 它就可以限定 这个因为我好像迁换到那个字型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边显示的话 有点这个问题 那我们我看引号会不会有作用 那这个引号的话呢 就是告诉这个 就是PARMate在搜寻的时候 不要塑建其他东西 只要留我要的那一个 就是栏位就好了 所以当我用了引号之后呢 我们真正看到的效果就像这个样子 这样还是有效 你会发现第一个副部手足 跟第二第三次搜寻 跟第四次搜寻 差别就是 我加了引号的时候 它就是我原本要的 我原本预期的所有栏位 那我如果没有加引号的话 它会带出其他东西 包含下面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会带出其他的东西 开明它也会去查 然后Mesh它会加进去做搜寻 所以你在做搜寻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Mesh 它会自动帮你制作比对 所以搜寻的时候 它变得比较智能 智慧一点 但是相对的 如果你只是希望单纯的搜寻的话 就请大家 好 就可以去克服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是旁边上面的搜寻的一些小提醒 也跟大家提一下 那这个是检视文献的部分 那再一个话呢 就是证据等级的评估 我们去挑选这些的文章 这个时间有提到 我们就不特别做说明 所以这个部分就留待我们在做一个探索 那我们是七步骤 七步骤已经讲完了 那所以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 那这些真好 没有很仔细整理 你时间比较大 所以我只附上连结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是在上面就附上这个连结了 那我们最后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看大家没有问题